听说把巧克力挤进针筒里 就会得到巧克力面条 但是很多人都挑战失败了 我也要挑战一下 先拿一块巧克力 切菜板 刀子 把巧克力切成碎 切好的巧克力装盘 然后起锅点火 锅里倒巧克力 一碗白凉粉 再来一杯水 边加热边搅和 加热至微微沸腾后 你就得到了一锅巧克力汤 隔壁老王打掉这用的管 打酱油的漏斗 把巧克力往里慢慢加 操作过程太慢了 已经等不及固化了 先给它吹出来看看效果 要要不错呀 成型了 这次把老王的针筒也拿来 直接上高速 这个凝固的速度太怪了 趁管里的巧克力凝固时 再给它加热下 加热后 然后来推针筒里的 没事没事 再来一次 没事 这次我小心点 黑压成 不搞了 就这样吧 稀稀还是一根面条 反正我自己吃不嫌弃 这造型浩浩还挺好看 让我来检验一下 不错吗 很完美 尝尝味道如何 巧克力果冻味还挺好吃的 真小